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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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化肥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华欧洲集团公司董事长 中华美洲集团公司董事长 中华第四曼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正事 注意到 在2016年11月 张伟出任中华集团董裁时 还举行了与关键岗位负责人的见面会当时 中华集团董事长宁高宁 主持会议说 张伟同志从中华集团内部产生的新总裁 体现了中央对中华过去发展的认可 对中华为国家所作贡献的肯定 更体现了对中华未来的期望 集团专门安排这个见面会 让张伟同志跟大家见见面 讲讲话 也算是他的一个就职演说 还可以叫做就职考试 张伟发表了题为传承 创新 超越的就职演讲 他表示 中华有很多好的传统和基因 比如永不服输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创业激情 好的业务基础和发展平台 市场化的理念 以及高绩效的文化 严格先进的管理 以及优秀的人才队伍 这些都应该很好传承下去 据官网显示 中华集团成立于1950年前身为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 现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华集团 是中国四大国家石油公司之一 最大的农业投入品化肥 种子 农药和现代农业服务一体化运营企业 现与张伟搭档 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 党组书记的王宜林 2015年4月 担任现职王宜林 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 有超过30年的工作经验 正事 微信 爱帝 转告王叔教对王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